几乎是瞬间 卢米安整个人都仿佛燃烧了起来 从身体到灵魂 他每一处都在遭受灼烧的疼痛 这种感觉 卢米安并不陌生 无论是狩猎火焰怪物时遭遇的重伤 还是接受恩赐时 濒临失控的体验 都让他切切实实地被点燃过 而此时此刻 这样的灼烧这样的疼痛 无法掩盖他心中的那团火焰 想要反抗命运 想要改变一切 想要烧掉所有压抑和绝望的火焰 这让卢米安没有扑通倒地 蜷缩起来 缓解疼痛 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咬着牙齿 扭曲脸孔 不肯弯腰 他逐渐承受不住 腰背渐渐往下弯折 但卢米安就像在面对 本堂神府祭姚姆贝内 面对给克尔都村 带来毁灭性灾难的 特尔弥波洛斯一样 竭尽全力地 想要挺直腰背 他的身体一点点下腹 又一点点抬高 鼻端萦绕起烧焦的气息 耳畔想起了 那仿佛来自无穷远处 又近在旁边的恐怖声音 熟悉的 剧烈的刺痛 贯穿了他整个脑袋 让他忍不住 低声惨叫 皮肤表面出现了一道 又一道裂缝 里面隐约流淌起岩浆般的液体 卢米安的双手按在了前方的书桌上 以此支撑自己的身体 他触及的地方飞快发黑扁胶 弥漫起木材被灼烧的味道 卢米安本能的惨叫 已发不出声音 他嘴巴大张 喷勃起滚烫的气体 他没立刻打开那瓶灰琥珀香水 依靠胸中的那团火焰 与从内到外的各种疼痛 越来越模糊的思绪对抗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始终紧咬着牙齿的卢米安 感觉胸中的火焰喷勃了出来 与充斥全身的灼烧融为一体 各种各样的疼痛随之消退 他模糊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明 卢米安双手一撑 重新站直了身体 将目光投向了房间内的全身镜 镜中的他 金发依旧透出点黑色 衣物已被烧得破破烂烂 身体各处遍布大量的胶痕 正飞快结痂 掉落余地 显露出偏白的皮肤 与此同时 卢米安看到自己的蓝色眼眸内 仿佛还有两团赤红的火焰在燃烧 等他努力平复了心情 缓和了状态后 他们才一点点消失 下一秒 卢米安抬起了右手 掌中豁然凝聚出一团赤红的火焰 他成功晋升了猎人途径的序列期 成为了纵火架 卢米安掌中 不断有火焰冒出 与原本的赤红缠绕在一起 不断往内压缩 过了十几秒 那团赤红的火焰颜色变得赤白 无论温度 还是内蕴的爆炸性 都比刚才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可以直接使用赤红色的 威力较弱的火焰 也可以在积蓄压缩一段时间后 用出更厉害的赤白火焰 卢米安的手掌仿佛不怕灼烧 任由那团赤白的火焰 在那里静静燃烧 他已初步审视了自身的状态 和获得的神秘学知识 对纵火架的超凡能力 有了较为完整的认知 第一 纵火架的灵性得到了很大提升 这让卢米安的灵世出现了质变 他不仅可以借此设置更隐蔽 也更快捷地开启方式 而且终于能看到 姐姐描述的以太体 各个部位的颜色了 不再只有混沌单一的画面 这有助于猎人 把握住目标的身体情况 从而更有效地针对 第二 危险直觉也获得了一定的增强 当前 卢米安不再只是问题 快要爆发时才产生感应 他可以通过观察环境搜集信息 来激发自己这方面的直觉 相应的 他更能察觉到是否被人跟踪 可以更充分更完美的应用本身的反跟踪技巧 第三 有了对火焰的操控能力 这还附带了几个法术 现在的卢米安能操控的 主要是来源于自身 由自身制造的那些火焰 对周围环境中的火焰和易燃物 他有亲和感 但还无法施加足够的影响 等到他初步消化了纵火加魔药 或者晋升到了更高序列 或许会有相应的改变 另外 卢米安可以用自己制造的火焰攻击敌人 可一旦火焰脱离了他的身体 就不太会受到他的掌控 除非他提前将一部分灵性蕴藏在了里面 也就是说 让发射出去的火球中途拐弯 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必须额外消耗掉许多灵性才能办到 对火焰的操控主要分成七个方面 一是凝聚压缩 以火球的形式轰炸目标 压缩的时间越久 积累的火焰越多 威力越大 二是让体表燃烧起一层火焰 以此在一定程度内防御冰冻影响 毒气伤害等攻击 三是用火焰制造不同的临时武器 以此带来高温切割 灼烧刺穿等伤害 这同样能根据蓄力时间的不同 分为赤红和赤白两种 四是严实爆炸 依靠附加灵性和改变结构 让制造出来的火焰炸弹 在预定的时间爆炸 而不是当场被引爆 五是范围影响 通过延伸火焰 而不是将它扔出去 保证火焰受到本身的操纵 在射想的位置爆开 或以不同的形式燃烧 六是炷火 借助近身搏斗时身体接触 力量碰撞带来的压力 将火焰一点点灌入敌人的体内 最后再引爆 七是给本身的武器 附加火焰伤害 卢米安获得的那几个火焰类法术 都是对这些方面的应用 但它们依靠一些技巧 达成了它正常美法制造的效果 那些法术分别是 火压术、赤白之枪、燃烧之强和巨大火球 其中火压术最为神奇 它能让卢米安在深州 快速凝聚出一群火焰乌鸦 并给每一只火压都分配一点灵性 使得它们脱离身体后 依旧能在一定程度内受到操纵 从而简单调整弹道 初步锁定目标 如果没有这个法术 刚晋升纵火家的卢米安 想达到类似的效果 需要消耗的灵性和精力 至少是当前的三倍 且火压会笨拙呆板不少 赤白之枪是叫快速凝聚赤白火焰的法术 但只能以长枪的形式存在 而附加了灵性的它还可以粗略引导 卢米安制造出来的火球 燃烧之墙以大地为媒介 以本身为源头 通过制造两道火蛇窜向敌人 在它周围筑起一圈熊熊燃烧的墙壁 巨大火球需要耗费十几二十秒的时间 相当于把多个赤红火球压缩成一个发射 纵火家的火焰都来源于自身 以物理伤害为主 但也能初步灼烧灵体 卢米安现在不至于再拿魂类生物 没什么办法 必须借助外力了 第四 经过魔药的改造 它的身体对火焰有了很强的抵御能力 即使被浇上动物油脂 用火把点燃烧上半天 它受到的伤害也达不到严重这个程度 但火球爆炸带来的冲击波 依旧能正常伤害它 卢米安相信 等自己序列更高了 身体说不定还能直接融入火中 它右手随意一抖 让那团赤白的火焰消散在了空中 紧接着 它手掌握起 一把由赤红火焰凝聚而成的长剑凭空出现 卢米安挥舞了几下 有点失望地摇了摇头 无声自语道 只有伤害敌人的能力 没法格挡和招架 那把火焰长剑不具备实体 卢米安怀疑得等到更高的某个序列 才能让这类武器化虚为实 它旋即让那把火焰长剑散去 套出了来自变态赫德西的匕首 随着卢米安的手指抚过匕首表面 一层熊熊燃烧的火焰覆盖住了人身 卢米安握住丙布 用这把匕首做了几次刺激 看见空中残留起一点点 正飞快消散的赤红火星 场面颇为梦幻 既能格挡又有火焰伤害 虽然在这种形式下无法产生高温 但也算很有用了 现在的问题是 普通的武器没法长久地承受火焰灼烧 卢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确认好纵火家的超凡能力 他快速收拾了书桌 换上了亚麻衬衣 棕色夹克和身色长裤 卢米安再次望向镜中的自己 嘴角勾起露出了一个笑容 他随即戴上那顶深蓝色的鸭舌帽 转过身体走向门口 他的背后一团团赤红火焰无声冒出 明亮刺目转瞬即逝 市场大道 国会议员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土黄色四层建筑外面 卢米安又一次坐到了对面巷子口的流浪汉之间 注视起目标房屋的人来人往 因为古德威尔化工厂发生了爆炸 死了不少工人 伤者更多 整个特利尔的新闻记者都涌了过来 所以余格阿图瓦的办公室 依旧亮着煤气闭灯的光芒 忙碌地接待着不同目的的访客 医员没有回家 依附于他的那些工作人员 自然得留在那栋土黄色建筑内 那里每个房间都似乎有灯光透出 卢米安背靠街边墙壁 一边观察议员办公室的访客们 一边思索着自己能够采取的策略 他想点一把火 他想烧掉那个带来疾病的混蛋 他知道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他知道成为纵火家的自己 还不足以凭一个人的力量 对抗围绕着余格阿图瓦的邪神卷者们 他只是想做点什么 他只是觉得在凶猛的火海 都是有一点火星开始的